大家早上好 看一看 这些猫这跟我睡觉的 现在跑到这个房间里睡觉了 猫猫要下楼了 妈妈要去上班 给小猫放出去了 她走了 给大家看看我的这个铁线连的花 开了 这个都要剪掉 不剪掉这个 跟那个外来物种入侵似的 看一看 漂亮吧 我也没想到她会开这么多 邻居家长了两棵 长在盆里头都快死了 我家这一棵长得是 恨不得把霸占我家整个花园 花期短 开了之后她就不开了 偶尔会开一点点 叶子比较多 我说一定要剪掉她 冬天她还冻不死 就是没叶子 光秃秃的 走肉要准备 吃个饭 把饭带着 在冰箱里头放 我看我老公 他提到美术带走了 我们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 出去买菜 利用午休时间采购 哇蜜蜂忙得不停 在采花蜜 还有 你们听到了吗 嗡嗡全是蜜蜂啊 大蜜蜂 走吧 走啊走啊 嗡嗡呢 听到没 好漂亮 我们今天不去这个超市 我们到前面超市去 前面超市 东西选择性更多一点 听他们说这一片区域 很多中国人都住在这里头的 我怎么没看见几个呢 你看见很多的 小朋友很多 我们来挑蔬菜了 我打算 明天中午吃三明治 但是我要买一点点 三明治的调料 他们说做三明治里头 要放一点番茄 所以我放一点番茄 然后青菜要放点生菜吗 你是不是要放点生菜啊 看我们今天又看到这个野韭菜 我们采的是不用花钱的 这里100克就要1块9毛9 我这个钱呢 中国人一般几乎是不会买的吧 都买给德国人了 但是很多老的德国人 也自己到树林里头去采 然后这个是薄荷 他们这里像这些就是 就是调味料 这就是叫调味料吗 把姜葱掉是吗 佐料 香料 香料 香料比较多 很新鲜 看 都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是盆长的 长的盆里头的 你拿回家可以的 那里头也有薄荷 然后还有一小包一小包的 很方便 连香菜都有 这个就是香菜 这就是香菜 然后这是薄荷 好好 是不是挺好的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西班牙特价 它就是西班牙的这种香 是800克 9块9毛9 有的时候它快卖剩下的时候 它也会便宜一点 然后这边是鱿鱼 然后这边是海鸿之类的 然后这边有蛋挞 还有这种多村鱼吗 还是什么鱼 我不知道是什么鱼 反正吃了还行 然后特价它都会 我们都会来看一次 有哪些特价的东西 这边也是 它还有瓜子 这瓜子吃不了 看德国这里真的是做这些 你直接回家和一和 烤箱你一放就行 你就是一个烹饪大师了 我现在在找 叫找苏打粉 没找到 下班了 我闺女刚才跟我同事她们一起去走了 我闺女要上课 我们下班早 今天比平时提前40分钟 然后我不知道我老公今天 他有没有下班到家里 不知道呢 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他好像跟我说吃猪蹄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看看我在路边 这个路边我才能踩到这样 蘑菇我再来找找看 他应该会长吧 不可能长一刻 就是这样的路边 看这个大不大 多大呀 你看这么大一个 这个芯卡老了 但是他就长的这边不可能就一个的 我再找找看 刚好割了草我才看到的 刚才稍微收拾了一下自己 画了个小妆 今天因为要出去吃饭嘛 要是他过生日 所以特别日子要特别的对待 对不对 不要把每天过得一尘不染 每天都一尘不变 不是一尘不染 每天都一个样 日子就没劲了 把日子过得有笨头 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然后等我擦个口红 然后等我擦个口红 头发太长了 今年回到国内要剪 剪到这个地方 去吃猪肘的那家 它是每周二有猪排 第一个星期四和第三个星期四 然后有提榜 所以今天吃不上了 因为这个月是第二个了 要第一和三才行 我们现在尝试另外一家 不知道好不好吃 第一次去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物价涨了 我们很少出去吃饭了 在刚结婚那段时间 就是18年19年的时候 疫情没开始的时候 我们经常出去吃饭的 现在物价涨了太厉害了 挣钱也不容易 你想想看好好的钱 蒸发了40% 所以就是节约一点 能接就节约 所以就是一般都是在特殊的日子 我们才出去 一般不出去了 这个村我们夏天的时候 经常骑自行车过来喝啤酒 挺干净的 现在建的地铁 就是要通到这个村 就是中点站 加了两个 加两站 到了就是这家餐厅 我们开始剪菜了 还在这里的 这是洋葱配牛排26块9 或者是要他们德国的面条 还有那种就是土豆 我觉得得了这个 我老公要吃香肠沙拉 我吃的来了 好久没吃了 感觉不错 我老公的还没没呢 他这个腿挺好吃的 我是点的是五分手 洋葱 这上面是 看我老公那个呢 也不错 然后呢 我人家要了面条 这就是德国面条 我老公吃不了了 因为他吃了很多我的牛肉 太多了这个面条 吃不了 看我老公又弄点面条 要清理我这个里头酱汁 一点都不浪费 你说德国男人是不是很节约 好了我们回家了 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我闺女已经到家了 我昨天买的蛋糕 她今天可以吃上她 猫来了 我们刚到家她就回来了 到家了 我闺女上楼了 过来了 过来了 小猫猫呢 小猫猫 小猫猫 开喝生日酒 对吧 看现在开始做明天中午的晚饭 就是 就是 麻油 然后呢 这个是 大家都认识的吧 面包 这是吐司 买的这种吐司 然后有生菜 把这个抹上去 然后还有 少不了肉了 还有这个火腿 可能 看我三明镜做好了 放到这里头 我做了 放到这里面了 然后这个是我老公她要吃的 一个整面包切开来 就变成三明镜了 好了 祝大家晚安吧 咱们明天见 明天星期五喽 后天老公的闺女 和她朋友到我们家来 我老公说明天 星期六要做披萨 不知道能不能做上啊 祝大家晚安 这就是我们在德国 简简单单的生活